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后来的X2等一系列试验机也突破了更高的马赫数以及新的性能,之后的X15高超音速火箭飞机帮助航舰飞机铺平了通往太空之路,该机被尼尔·阿姆斯特朗称赞为史上最成功的研究飞机,高超音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 到1952年周期,NAC已经制定出这种研究飞机的关键参数,要求飞行高度19到80公里,飞行速度4到10秒赫,如能实现,这将是世界上第一架太空飞机,当时存在一个重要功点。 众研究飞机将备用于收集高超音速飞行中气流和启动加热数据,验证高超音速操控性和稳定性,测试在地球大气层外飞行时的操控响应,评估在入技术和飞行仪表,以及人为因素对高超音速飞行的影响。 反应发动机公司1958年起,更名为Viracore则在1956年2月,被授予研制配套的XL-299火箭发动机的合同。 到1956年底,X-15的研制时有两种方案,三角翼和常规布局,最后选择了常规布局。 1966年拿贼机棚中带各种研究机,其中就有X-153兄弟,有人驾驶的火箭,X-15的机身修长而光滑。 该机不同寻常的尾翼组件继承了稳定尾翼和气动操控面。 与传统飞机相比,X-153面兔,X-15的起落架也非比寻常。 滑球位于机尾,接触湖船后在阻力的作用下,就能使前起落架立即触地,避免发生任何弹跳现象。 X-15的内部结构使用太和机制造,再发射式B-52轰炸机需要挂载着X-15,从加州、泰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, 然后飞到由它周到发射点发射。 发动机和燃料,X-15的XL-R99火箭发动机结构相对简单,活动部件很少。 XL-R99-RM2火箭发动机,XL-R99火箭发动机的喷管内侧。 在X-15的机身内,在X-15的机身内,7.62米长的燃料箱,占去了15.24米机身长度的一半。 与众不同的座舱,虽然从外表看,所以在X-15降落的最后阶段。 座舱的事业极其有限,X-15飞行员需要身穿压力浮飞行员,所以在弹出后会展开一面稳定姿态。 X-15的弹射座椅,所以在弹出后会展开一面稳定姿态。 等下到适合的速度和高度时再张开主伞。 特殊的飞控系统,X-15踩入常规的夜压飞行控制系统。 由于要在西伯大气环境中飞行,此时操纵意念已经无效,所以也配备了反推力系统。 X-15在整个服役期间,前后使用过两种不同的飞控系统。 第一种有三根不同的操纵杆,这根侧杆最初被设计用于打过载飞行。 X-15-1的座舱内有三根不同的操纵杆,第二架X-15更换了霍尼威尔公司的MH-9U飞控系统,把操纵杆数量减少到了一根。 第二架X-15更换了霍尼威尔公司的MH-9U飞控系统,把操纵杆数量减少到了一根。 第一架X-15-X-15-1在完成首飞,由一架B-525机鞋在升空,斯科特克罗斯菲尔德发射后直线爬升的X-15。 作为过渡方案,X-15-1和X-15-2都先安装上反应发动机公司的X-211发动机,X-15-2在进行第三次飞行。 没有安装发动机的X-15-3在抵达爱德华斯空军基地,随后在1960年装上了全新的X-19-9火箭发动机。 同时,X-15-2退出之飞去换装新发动机,X-15-3进行第二次地面驶车。 新发动机的首次飞发生在X-15-2脱离载机后,开启X-L-R99发动机。 尼尔·阿姆斯特朗与X-15次后向木箭入家境,X-L-R99暴露出的问题被一一解决,证明了自己是一台优秀的火箭发动机。 X-15团队向高边将挺进,但这不意味着是飞过平安无事。 于是麦卡加机破降。 麦卡加机破降。 结果,X-15-2在扑降中发生发滚。 飞机被严重损坏,麦卡连身受重伤。 X-15-2在维修重建期间,被升级成X-15A-2。 X-15A-2的机身加强了73.66厘米。 扶起下方,可增加一台重压喷气发动机。 机身两侧可挂两个燃料箱。 X-15项目在第191次飞行中遭遇首次死亡事故。 X-15-3在高潮移速飞行中陷入螺旋。 麦卡尔要当自上校X-15-3的后机身残骸。 在X-15-2维修重建期间,由于维修和天气问题。 飞行员克罗斯菲尔的完成工厂试飞。 把X-15交给麦卡尔后,还有其他的11名式飞员驾驶过X-15。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太空先锋,同时也是杰出的工程师和飞行员。 后来,这批飞行员中,有的为NASY的未来太空项目做出了贡献。 有的在先进飞机研制项目中继续担任是飞员。 有的则敢回部队并参加越战。 尼尔·阿姆斯特朗担任了双子座8和埃波罗11两次任务的指挥官,并成为了登月的第一人。 创纪录,8名不同的飞行员完成了13次飞行,符合内部空军的太空飞行规定,也就是高度达到50英里80公里。 与航员之意徽章,不过这13次飞行中只有两次被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为是高度超过100公里的太空飞行。 这两次飞行都由约瑟夫沃克驾驶X-15-3完成的,其中第一次是1963年7月进行的第90次飞行,高度达到了106公里。 X-15-3负责创造高度记录,X-15-3负责创造高度记录,X-15-2则成为了速度神话。 怀特在11月9日的6.04马克飞行中遭遇左侧风打玻璃碎裂事故,这个速度记录在6年后的X-15项目第188次飞行被打破。 彼得奈特驾驶升级后的X-15A-2飞出了载人飞机的最快速度,0.7马克7275公里每小时。 作为对比,安装机器是发动机的,有人驾驶飞机的最快速度不到一半。 也就是洛克系的SR-7-1黑鸟,在1976年级月创造的3528公里每小时。 遗产,X-15项目被认为达到并超过了日期目标,非常巨大成功。 X-15以马赫飞行时的机身表现温度分布华氏度。 事实上,美国在外把人类送入太空而努力的日子里,就把赶机视为一种潜在的载人轨道器。 增强难热性能,并安装载人在火箭底部发射,X-15飞行和实验获得的数据,被引用在了Method之后的载人航天计划中。 为埃波罗和航天飞机任务,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尼尔·艾姆斯特朗认为,赶机是世上最成功的研究飞机。 一些参加该项目的飞行员和工程师表示,他们对航空的热情,都源于少年时期受到了某位著名航空人物或某架标志性飞机的影响。 所以,幸存的X-15-1和X-15A-2,被分别绑存在华盛多国家航空间博物馆和美国空军博物馆,希望能激发下一代的航空航天的兴趣。 华盛多国家航空间博物馆的X-15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